10月2日晚 某知名博主突然爆出 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杨阳和马苏 竟然一起同游日本 一次地下恋情被曝光了 为了证实这一说法 各种所谓的证据都被八卦的网友搬出了台面 先是马苏同一个与杨妹妹背影相似度 高达80%的boy在泥后一起夹娃娃 当然仅凭这个没正脸没真相的线索 是不足以说服机制的小可爱的 于是更劲爆的同款帽子梗就令人咋舌的出现了 虽说这俩帽子让目光聚聚的小编是找不出任何不同之处 但仔细想想那也不能代表啥呀 也许人家就是喜欢这帽子所以自己买了呢 毕竟剁手党所见时常掠头嘛 随着这震惊半个饭圈的猛料一曝光 各家粉丝是集体暴走纷纷刷屏质疑 我们也一直在上海拍戏 难不成他会分身术 反正我不信 毕竟我老公一直都在魔度 我一直以为马苏会和陈伟霆在一起呢 就别闹 呃大师兄这是第几次躺向了 我快说说 芒果老新闻 人活适配多啊 我杨总的正宫不一直都是杨毛妹吗 报答